在你的生活中 有没有一件事物 让你无法释怀 也许是和其他人的一次谈话 一次争吵 也许是对某一个人的渴望 也许是生活中的某些遭遇 令你产生的挫败感 又或是某样物件 你用了很久产生了依赖 我们很容易变得执着 结果给自己徒增负担 每天像是背着包袱一样 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今天我们就来探究如何放下 我还会再介绍一种冥想技巧 视觉化冥想 让你每天过得轻松一些 欢迎收看冥想正念指南 从下定决心到成为僧侣 这中间显然有一个过程 不单单是飞到另一个国家 剃度为僧 这个过程中 还包括要放下我的生活 不仅是要放下我所有的家当 还要放下我从小到大熟悉的环境 当然还有我的头发 但其实最让我措手不及的是 我以为随着我背景离乡 我就能放下忙乱的思绪 接着再放下我之前经历过的所有痛苦和负面情绪 但我很快意识到 要想放下心里的念头 并没有那么容易 即便我静坐于喜马拉雅山脉 那壮丽的美景之中 身边还有全世界最优秀的老师指导 我依旧能感觉到思绪 像背景音一样滴答作响 大多数人的头脑 总是处于一种相当忙碌的状态 就像一只跳来跳去的小猴子 无休无耻 从不给自己时间停下歇会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总是会觉得很累 感觉不堪重负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该怎么获得休息和放松的感觉 通常在这个时候 我们会想办法去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而本质上 这还是在用一只猴子 去控制另一只猴子 所以我们要想做到真正的放手 我们不仅要在自己的生活中 创造一些有利于放松和休息的外部条件 还要从内心深处 理解怎么让自己的心灵得到放松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创造一个 可以让我们自然而然放手的环境 我在寺院修行时 一位老师曾经这样为我解释 他说 想象一下有一片蓝天 它就是你的内心 这片天空一直存在 当然 有时候蓝天会被乌云 也就是我们的思绪覆盖 我们不一定能一直看见它 事实上 生活中很多时候 我们的内心可能一直乌云密布 以至于忘记了蓝天的模样 但这并不代表它就消失了 当我们把自己的内心 想象成蓝天时 其实就是在创造条件 让思绪的乌云逐渐散去 让我们能欣赏到更多的蓝色 你不需要去别处寻找 它一直都在 视觉化冥想一开始 可能会让人觉得有点难 但它的难点更多的是在于 我们接触它的心态和方式 而不在于技巧本身 所幸的是 视觉化冥想其实很容易学会 在练习这个技巧时 我们要想象 有一束温暖的光 从头顶倾泻而下流进身体 这时我们心里可能会想 我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好 我一定要清楚地看到画面 然后就会开始用力地去想象 我们经常会把练习想得太复杂 会容易担心 应该把光想象成大的还是小的 圆的还是方的 这样会适得其反 所以这次的练习 我们会采用稍微不同的方法 现在花一点时间 想象一个你很喜欢的地方 在脑海中描绘那个地方 包括它的颜色 它的形状 它的声音 它的气味 我猜现在 你的脑海里已经有了画面 你看见了对吗 即使不刻意去保持这个画面 它也会在你的脑海中 停留上几秒钟 这种温和放松的做法 对视觉化冥想很有帮助 所以记住 你不需要努力去做任何事情 不要把注意力 放在画面的清晰度上 而要多关注 它给冥想带来的感觉 随着时间推移 画面自然会变得清晰 冥想的次数越频繁 我们就会感到越自在 慢慢地 我们会在冥想时有所收获 而且这些收获 还将汇集我们的一生 这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当我们冥想时 大脑内部会发生一些变化 哈佛大学塞尔·拉兹尔博士 在一项研究中向世人证明 只需要短短八个星期的冥想训练 就能令我们大脑中 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区域 出现生理性的变化 大脑中 与学习和记忆有关的区域扩大了 而与焦虑和压力相关的区域 则在此过程中缩小了 塞尔的研究表明 只要练习八周时间 大脑就会有质的改变 当然 如果不坚持练习的话 这种改善可能就无法一直保持下去 但了解我们生理上和心理上 都发生了变化 还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现在让我们付诸实践 我将引导你进行冥想 老样子 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 把自己调整到一个最舒适的状态 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决定 你想躺着还是坐着 睁眼还是闭眼 只要用你觉得 最自然最舒服的方式就行 在我们即将开始之前 我再次提醒一下 冥想时大脑会产生杂念 就算杂念产生了 也不必沮丧 分心是很正常的 我们唯一需要做的 就是觉察到分心 然后把注意力 轻轻地带回专注对象上 今天的对象 就是我们脑海中的画面 练习的时候 我们越是使劲 就越是放松不下来 不如让我们借此机会 真正静下心来 让我们的身体和心灵 找到放松的感觉 我们要找的东西 已经有了 就是内心的蓝天 不是要改变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 只是需要为拨开乌云 创造一些条件 首先睁开眼睛 视线保持柔焦 然后去感受 你身体周围的空间 视线不要集中在一点上 而是要轻轻地散落开 保持这种柔焦 然后再跟我做几个深呼吸 用鼻子吸气 用嘴巴呼气 当你吸气时 觉察肺部逐渐扩张 身体充满空气 当你呼气时 你会感到一阵轻松 身上的肌肉也变软了 再来一次 用鼻子吸气 用嘴巴吐气 如果你愿意 现在可以轻轻地 闭上眼睛 花一点时间 来享受此刻这种 停止下来 一切暂停的感觉 什么都不用做 哪里都不必去 现在让我们来感受 身体下压的感觉 感受你的身体 逐渐下沉 压在你身下的座椅上 或是地板上 和以前一样 感受一下身体和周围的空间 然后再注意一下 周围的声音 觉察对这些声音的抵触 任由这一切自行来去 不管你是坐着 还是躺着 用心体会 今天你身体的各种状态 甚至是你身体的任何感受 有点紧绷 或者有点紧张 放下它们 体会放松的感觉 现在花一点时间 来感受你的身体 是怎么呼吸的 感受那种起伏 那种变化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花一点时间 让注意力停留在这儿 想象一下 在你的头顶上方 有一束温暖的阳光 整圆圆不断地 倾斜而下 穿过你的头顶 进入你的身体 顺势而下 流进你的脚掌和脚尖 想象一下 你的身体里充满了阳光 填满你整个身体的阳光 会融化掉所有的不适 所有的紧张 让身体变得柔软 让心灵变得柔软 现在让我们从脚尖开始 再一次想象 阳光缓缓地在体内流淌 填满脚尖 脚掌 向上经过脚踝 然后流进我们的小腿 这整个过程 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有时我们会关注 有时我们会分心 分心的时候 只要把注意力 轻轻地带回来 回到脑海中的画面上 让阳光在身体里流淌 融化掉你所有的紧张 阳光流进我们的大腿 让肌肉变得柔软 阳光继续向上流 流进骨盆 腰部 浑身的肌肉 所有的紧张 都在阳光中 柔软了 融化了 阳光继续向上流动 流进胃部和下背部 所有紧张 都消融了 阳光继续流淌 阳光继续向上的阳光 流进胸部和上背部 所有紧张 所有紧张 全部都消失在了阳光中 从头顶上 从头顶上 倾斜而下 然后流进我们身体中的阳光 一路流淌 现在流进肩膀 流进手臂 流进手掌 流进每一个指尖 阳光顺着手臂继续流淌 融化了所有紧张 阳光继续流淌 阳光继续流淌着 这次它填满了我们的脖子和喉咙 一切都变得柔软 流进口腔 流过下颌 上颌 鼻子后面 眼睛后面 所有紧张 就这样飘然而去 直到阳光达到最高的位置 我们的头顶 虽然现在整个身体 全都充盈着阳光 充满了自在感 温暖感 和空间感 但还是继续想象 阳光仍在流淌 现在你可以 不用把注意力放在画面上 但是保留那份感觉 现在把你的注意力 带回到你的身体 回到与地板接触的感觉上 回到周围的声音和空间 只要你觉得准备好了 只要你觉得准备好了 就可以轻轻地睁开眼睛 但只要就花一点时间 体会一下 在这短短的 几分钟的时间里 你的身体 以及心灵的感受 但愿今天过后 你能感觉到变得轻松了许多 也放下了许多 如果没有立刻感受到 也没关系 你可能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来适应和熟悉这样的练习 即使你现在还没感觉到什么 只要记住这些就好 你的大脑和心灵 已经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还是那句话 只有不断练习冥想才能熟练 所以敬请关注下一期节目 我们将探究如何感恩 如何才能在生活中保持感恩 以及如何能够重新爱上 我们的生活 我们下期见